我作佛时 十方众生 吻我名号 置心信药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愿生我国 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为处忤逆 诽谤正法 净土圣贤路 民国贫富 民国时期 浙江慈禧有一位贫穷的妇女 不知她的姓氏 家中很是贫穷 儿子不孝顺 常常骂她 有一天 这位贫富又被儿子骂了 心中非常痛苦难受 于是就来到临近寺院 同一位僧人诉苦 僧人说 既然你已经知道人世间的苦 那为什么不把这个苦卖掉呢 贫富问道 怎么样才可以把苦卖掉呢 僧人说 你只要一心一意地念阿弥陀佛 求愿往生西方净土 在你临命中的时候 阿弥陀佛就会来接你去西方极乐世界 到了那里 你就可以永远地脱离痛苦 而只有快乐 这样就是把苦卖掉了 妇人说 我和儿子共同住在一间房里 床和灶也都在一个屋子里 而且床下还是猪圈 这样邋遢怎么能念佛呢 僧人说 没有关系 你在家时只管照常念佛 如果空闲时还可以来寺内拜佛 贫富于是就照着僧人的话这样做了 由于他一心一意地向求出离痛苦 所以他念佛从不间断 佛 佛阿弥陀佛 两三年后 在他快要临终前的几个月 他就知道自己要走了 并事先给他儿子说 到了某月的某一天 我就要往生西方净土 你不要外出 应当为我料理后事 以尽你作为儿子的本分 但是他儿子根本不相信 没过多久 这位贫富把这个话又说了一遍 后来 到了临近期限的前几天 他的儿子忽然闻到奇异的香味扑鼻而来 却不知这香味是从哪里来的 到处寻找 也不见有燃香的地方 他这才回想起之前母亲的话 难道母亲说的是真的 于是到了这一天 他就老老实实地在家中守候 结果只见他母亲沐浴清洁 穿上了干净的衣服 然后就真的端端正正地坐着往生了 这是发生在民国十年前后的事情 这样的一位贫穷的妇女 什么都不知道 业了几年的佛 就能够预知实质 先发出奇异的香味 然后就能够安详地坐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由此可见 净土法门真的是没有人不能修成功的 在佛顶时 清儿听到定法师说的 可惜当时没有详细询问他的姓氏年月 德森记 我们在讲习多次地说过 这都不是假的 八股交间我们都能灭除 这是了不得 真正是离苦得乐 不要说将来往生西方离苦得乐 现在就离苦得乐 所以 真正念佛人 不老 不病 不死 可以做得到的 往生的时候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欲知实质 没有病苦 走的时候 如入禅地 这就没死苦 走的时候不生病 我们看到 许许多多的人 他们都能做到 我们要去想一想 他为什么能做到 也有不少人 他虽然念佛 他没做到 你仔细观察 他为什么没做到 如果我们自己观察明白 把不能做到的原因消除 我们学习那些能做到的人 我们也就行了 也就成功了 凡是能做得到的 必然是百分之百 依教奉行 这个功德利益 不可思议 我们为什么不娶 为什么不要 人所以讲觉悟 他觉悟什么 就是觉悟这一点 这才叫真正觉悟 彻底的觉悟了 这就是智慧 觉悟的人有智慧 他能够选择 在一切法门里面 选择最殊胜的法门 选择第一法门 上镜下空老法师 阿弥陀经书超演义 第111集 1984年12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